裴老夫人听程耀金这么一说呀,老太太心想,这回算全完了,老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,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程耀金。 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,裴翠云跪在那里,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,她转身形看着程耀金。 老太太此时不说话,嘴里边没说,心里边可是在想,想什么呀?老太太心想,哦,现在是天亮了下雪,也明了,我也白了。 我们母子母女四人,让人家拿车接着是框上了瓦岗山哪,不光说把我们框到这瓦岗山上,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,入了洞房了。 现在人家这一说,这才知道,敢请她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,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。 老太太心想,这事儿办得这窝囊,嗯,就别提了。 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,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。 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啊,这边没有考究,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。 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,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,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,她不知道怨谁。 老太太心想,这这怎么就听他们的话了,怎么一慌我们,我们就来了呢? 他们左右一看,瞅见培元夫,培元路了,老太太瞅见这俩儿子,心里着气。 老太太心想,无怪会你爹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是窝囊废物,今天看起来就是两个窝囊废。 要不是你们两个在旁边像死催的似的,催命的让我们快搬家快搬家,收拾东西快上车。 我还好好琢磨琢磨呀,啊,你瞧你们两个,就好像有了今儿个没了名儿个似的,非让我上车不可,上车,上了,来了,上山了,你妹妹跟人家拜着堂了,今儿才知道,那人俩还没上来呢。 老太太半天这眉眼欲把程耀金吓坏了,程耀金瞪着大眼督子吵着老太太,哎,岳母大人,您,您怎么了? 啊,这老太太,那是读书识字,受过教育,亮得开事儿的人,那可不能坐在地下撒大坡。 老太太眼睛里边转到那儿了,老太太看着程耀金,大德天子啊,你这名儿起得挺好,你叫大德天子,就应该以德治天下,以德做事啊。 啊,可是你们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?啊?你们把我们母子母女四人匡到山上,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,你这不是欺骗我这老婆子吗?啊? 啊?我诺大年纪,论岁数来说也是你的长辈,你们办这个事儿不觉得对不住良心吗?啊? 老太太说到这儿,这眼泪下来,这程耀金啊,最怕老太太掉眼泪,在她家里的时候她这个孝子,她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,这程耀金就无可无不可的,不知道该怎么好了,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今儿个程耀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,程耀金站起来了,哎,哎,老月某,您别着急,这个事儿吧,她不怪我,哎,哎,您问君士,程耀金心想牛逼的老道,都是你弄的,你看看,这老太太哭了,怎么劝呢?啊?拿什么话劝呢? 程耀金一回身冲外边一白手,哎,快点,你进来进来,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,随后早进来了,徐茂公非常从容,一白手,陛下,您跟娘娘上宫里边休息去吧,这程耀金想领着陪翠云走,可是陪翠云这只不走,姑娘不说话,满肚子可都是话,姑娘心想, 我得看看这个事儿怎么个结局呀,怎么办呢?徐茂公进来之后,来到老太太跟前,老夫人,您不要着急,您不要动怒,也不要哭,刚才您说那话呀,我听到了,您说,这是我们大德天子,欺骗于您,频道跟您说句实话吧,这并非欺骗,此乃天意也, 老太太说天意,哎哟,我说这位军士,您得问说说,这天意在哪儿呢? 徐茂公说,老人家,您想啊,我们倒在山马关,能把您请到山上,则即日良辰,和大德天子混是魔王,您的女儿拜堂称亲, 这都是天意呀,频道近日,夜观天象,按照阴阳八卦之意推断,仔细按照周易六摇,这么一摇算,我算着,老将军裴仁吉,和您的三子裴元庆,虽然现在还在随影之中, 但是最终,他们也要来到我们瓦岗山上,他们是备降无疑,除此别无出路, 所以说,临到这来,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,按频道我的推算呢, 现在是红轮星照命,紫薇星发望,应该他们先龙凤成祥,紧接着,那父子两人呢,也就上了山了, 你们居家团聚,紫袍金带,战立朝阁,这何乐而不为呢? 老太太说,军师,我是女人,头发长,剑是短,有些事我想不清楚, 现在我们娘几个在山上,他们爷儿俩在山下,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, 他们爷儿两个是你们的敌人,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了, 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,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儿凑啊? 徐旺空说老人家,我敢断言,少说三天,多说俩约, 他们父子二人,备定上山投降,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? 徐旺空说,要说三天,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,三天的功夫,让您全家团聚, 要是说两个月呢,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, 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,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, 反正这么说吧,这门亲,咱们算结下了, 他们父子两个人,别敢现在跟我们瓦岗寨围仇作对, 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,既要把他们收过来, 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寒毛, 您尽请放宽心, 从这点上来说,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? 嗯?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哪, 这个老道,反正里都让他站上了, 他怎么说怎么对,老太太说, 请问道爷,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, 您说三天能收复他们上山, 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,怎么个助法? 徐旺空说,您要是愿意的话,那是再好没有了, 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? 频道我给您出个主意, 您呢,就按照频道我所说的去做。 到这个时候,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, 老太太说, 君士啊, 我有件事弄不明白, 你往山马关去, 带去的那封信, 我看笔记, 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, 那个印件也都没错, 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? 徐旺公就笑了, 哈哈哈哈, 老夫人, 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, 仿造的? 你们怎么仿造的?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, 他那笔记呢? 徐旺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, 就像讲故事一样, 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, 老太太听完了之后, 哎呀, 点了点头啊, 老太太心想, 看起来, 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会脆的地方, 居然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书信来, 没有这样的书信, 没有到在瓦岗山上的第二封书信, 我是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跟这大的天子完婚的, 你瞧, 他们就做成了, 老太太现在没有别的办法, 瞧了瞧, 培原府, 培原路, 你们两个冤家还有什么说的? 在这儿, 培原府跟培原路, 那是烙秧的茄子别了, 吃冰棍拉冰棍没话, 说那年头有冰棍吗, 那就得说吃冰块拉冰块了, 这俩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, 哥俩心想, 这种人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, 自个儿啊, 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, 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, 想说, 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, 你看我们窝囊废吗? 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冈山上来了, 心想这人要是见了我爹, 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, 所以这根来不言用了, 老太太冲着虚冒公点了点头, 真是啊, 事到如今我心里非常明白, 我们娘几个这命啊, 就在你们手里边攥着呢, 徐茂公说,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, 您的女儿跟大德天子已经拜堂成婚了, 那是娘娘千岁了, 啊, 行啊, 怎么说都可以, 我就听你安排, 好, 老人家, 你在这里暂且休息, 徐茂公马上转身, 程耀金就来到金殿上, 裴翠云这娘娘由公俄士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息去了, 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, 程耀金, 徐茂公, 秦琼未争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, 坐在一起, 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, 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, 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, 说山下边裴元庆, 跨下马手举双锤, 指名道姓, 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叫战, 程耀金一听, 要好, 赵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, 现在正是这亲戚呀, 程耀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, 听说我这小舅子吹法厉害, 我这三斧子要是忙活不了他, 他两岁把我砸死了, 那他姐不就说寡了吗, 这事我是不能出去, 我说军事,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, 徐茂公说咱们就在这商量商量, 于是徐茂公就提出来这么办, 这么办, 然后再这么办, 秦琼说那么办还不全合适, 最好应该再这么一办, 大爷魏征在旁边一听, 按你们俩那么一办的话, 最后结局肯定不是这么那, 就是那么的, 程耀金一听, 你们这个主委出的道也不错,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兑现, 那么他们这几位在会儿商量的什么呀, 商量的什么, 他的往后您就听明白了, 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, 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, 聚集瓦钢山城的重备将官, 秦叔宝抽令在手, 把令箭举上, 秦琼喊了一声, 齐国远听令, 这假垂将齐国远, 一听说元帅, 指明道姓, 让他出来, 齐国远, 来道当心, 报文雇首, 元帅, 齐国远在, 齐国远, 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, 本帅给你一支将令, 让你带领三千楼兵, 冲下马岗山, 与裴元庆在江场交锋, 齐国远一听, 不是元帅, 您先等会儿, 齐国远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, 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, 秦琼说你干什么呀, 元帅, 我想这样, 我找张纸, 我让三哥呢, 给我带写一份遗书, 我们家里呢还有人, 到瓦钢山上呢, 领着这个月薪两响啊, 我还攒了不少, 交代给我们家的人, 然后我再下去, 我知道, 元帅给我这支将令, 就是让我到江场阵亡去了, 这我都明白, 秦琼说齐国远, 你何出此言, 哎哟, 元帅, 我的秦二哥, 您可是最精明的人, 人情势力没有您不通达的地方, 怎么今儿个您对我能发出这么疑问来呀, 啊, 您还记得吧, 这裴元庆, 是我一锤套他脑袋上, 把他眼迷了, 回营了, 可能这两天的眼睛养好了, 到山下讨敌要阵, 您第一个就派我下去, 您不是不知道啊, 兄弟我这武艺, 跟别人比, 还对付个半个价, 要是跟裴元庆比, 我打不过他呀, 您知道, 头一回我用那甲锤套他脑子, 他都恨死我了, 这回, 您让我下山, 我拿什么打, 我还用我那甲锤, 上他跟他去摇晃下, 他一看我的甲锤, 他就知道了, 那就气不打一出来, 他非得为我砸烂了不可, 秦二哥, 您说我要不立些遗嘱, 我能下山吗, 秦琼说, 齐国远, 这何必要立遗嘱呢, 我既然要派你下山, 就有安排, 上回, 你那一仗打得不错, 裴元庆跨下马手中锤, 我们马刚山上没有能敌得过他的, 可是你下的山去, 用你那个木板甲锤, 就套他脑子上, 你取胜了, 立了一功, 这回呢, 本帅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, 我这功得怎么立, 您先跟我说说, 秦琼说, 此次下去与裴元庆交战, 我不要让你跟他单打独斗, 马来马往, 江场交锋, 我要让你把裴元庆引离江场, 到在我们东北角上那片树林之内, 哦, 让我把他引在那去, 对, 本帅在那里, 要设下伏兵, 哦, 是这么回事啊, 哎呦, 秦二哥, 您咋跟我说清楚, 刚才您这一提令箭, 把我吓一跳, 要那样的话, 那倒还行, 许马公说, 这回你又占了个便宜呀, 你可以一下不打, 只要用你的语言, 用你的话, 把裴元庆气得胸中火起, 能随后追你, 那就可以了, 请问说, 哎, 哎, 等会儿, 咱先再商量商量, 裴元庆那匹马, 我可看见了, 那是一匹银宗马, 那匹马的江场上, 我头一次跟他交锋的时候, 我发现那匹马, 比我这马好, 如果说我望下一败, 他随后就追, 我这匹马慢, 他那匹马快, 不等引到树林, 他就把我追上了, 随后给我一锤, 砸我个金钻骨舌, 这怎么算, 徐茂公说, 你那马不好跑得快一点吗, 齐国远这马跟马不一样啊, 我那马他跑不快, 徐茂公说, 看来齐国远哪, 你还真想得挺细, 这什么话呢, 这为人在世, 什么事要不想细咯, 到时就容易出错啊, 徐茂公说, 依你之间怎么着, 你今天打算抗令不尊吗, 不不不, 我不敢抗令不尊, 齐国远说, 但是我有个条件, 金钻骨舌你说, 什么条件, 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, 这次会战裴员庆, 请二哥, 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, 我知道, 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顶, 甘草黄, 别名叫透骨龙, 那是匹宝马, 平素在山上, 实不相瞒, 我偷着骑过您那马, 您那马那就真快, 那马看上去瘦, 实际上那就精神, 我骑那匹马肯定快, 程耀金在房门一听, 哎, 我说齐国远, 齐二哥那马, 那是元帅骑的马, 能随便借给你吗, 干脆吧, 顾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, 齐国远, 这你那匹马, 借给我骑我都不骑, 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, 你自个儿起门就大肚子锅锅红, 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, 挂的时间太长了, 那铃铛要摘了, 那马他就不舒服, 要是挂着太沉, 他跑得慢, 哎, 我不骑你的马, 元帅, 你那马要借给我, 我就去, 秦主说好吧, 我就把我这匹黄标马借给你骑, 齐国远一听, 那就行了, 元帅, 您那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, 到时候别回来, 我把裴元帅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, 那我可就惨了, 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琴吊胆呢, 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, 行, 搞错, 齐标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, 到外边吩咐从人, 把秦琼那批西凉玉顶甘草黄透过龙的宝马牵过来, 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落出了一对假锤, 或许有人说了上回把裴元庆脑袋给扣一窟窿, 那锤不破了吗, 怎么他还有假锤啊, 这您不知道啊, 这齐国远那是扎的纸活出生, 所以他那个锤呀经常胡急把在屋里撂着, 流水作业, 产供销一条龙, 所以今儿个齐国远又把这大锤滴落出一对来, 提着这一对假锤搬安上马之后, 放炮三声带领三千瓦钢军, 来到了瓦钢山下, 齐国远来到瓦钢山下, 在江场上往对面一瞧, 正看裴元庆, 这裴元庆今天, 体力恢复好了, 眼睛要好了, 今天是奉命出征, 裴元庆为什么叫奉命出征啊, 老爷子身体复原了, 裴元庆眼睛恢复如初了, 这个元帅张大兵就想着这一人俩了, 告诉他们一人俩, 今天得要出兵, 一定要活钦瓦钢山的名将, 要么就是打死他几员大将, 再像以前那样, 把瓦钢山的人都给追跑了, 回营之后, 那要问罪, 这个元帅张大兵啊, 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传, 裴元庆心里明明白白的, 答应下来之后, 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, 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, 反复小心人, 让裴先锋在这儿, 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, 裴元庆自个儿出兵, 哎, 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, 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, 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, 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, 只好就在中军帐中, 陪着张大兵在这儿, 裴元庆自个儿出来, 三千队伍, 原文脉, 艳赤排开, 裴元庆一马当先, 来到江场, 手摆双锤, 指着瓦岗山上, 讨地要阵, 等了老半天了, 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, 队伍望前一来, 队伍裂开, 门漆一闪, 裴元庆一看, 吓了这人当时的火腾的响就上来, 裴元庆一看, 哥, 这小子又来了, 啊, 施贾锤这个, 今儿个还是对贾锤啊, 还这么大个儿啊, 摇摇晃晃的奔我面前, 裴元庆心想, 你这胆子不小啊, 上回让我把你这贾锤的机关识破, 今天你还敢把这贾锤举着到这儿跟我交锋, 好, 裴元庆心想, 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, 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英中, 我得怎么处置你, 裴元庆心想, 我一刀杀了你都不解恨, 我拿修脚刀, 一点一点都骗你, 我骗你一层再一层, 裴元庆看见齐国远, 恨得牙根半只长, 这公子骑过远呢, 一不慌二不忙, 骑着秦春的黄标马来到江场之上, 和裴元庆有一段距离一带江城, 呦, 我说裴三的, 今儿还改称呼了, 不叫裴元庆了, 叫裴三了, 我说裴三的, 眼睛好了, 啊, 你如果眼睛好了的话, 今天咱们两个再大战三合, 我再把这锤扣你脑袋上, 你看怎么样, 裴元庆听到这里这火就更上来了, 俗辈, 你撒麻了人, 我再把这锤扣给你脑袋上来,